好了,我们现在继续讲这个神属性讲道法 然后讲这个避免说这些话 因为这些话就是用律法的方法推动人 你要祷告,否则你不会得到祝福 你要顺从神,否则神要惩罚你 你要爱神,你要传福音,侍奉神 否则就是贤了,不借果子 或者就是但是教员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 我们可以怎样说呢,就是用恩典推动 神为你预备奇妙的计划了 你祷告的时候,神就祝福你了 神赐给你力量尊重 当你尊重,祂就赏赐你了 你尊重神的时候,神就成就神的计划 祂就很喜悦你了 然后爱神的话,神爱你 当你爱神的时候,神就很喜悦 祂就会为你预备 离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恩典的 然后神推动你去侍奉神 当你侍奉神的时候,神就尊重你 这是我们讲吩咐人做什么的时候 都尽量告诉人神的恩典 神的恩典不断是赏赐 也是鼓励我们了 我再说一次 首先是祂更新我们 祂将一个新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 然后这个新的生命会有 亲近神啊,传福音的新的 然后祂就鼓励我们 鼓励我们去改变 我们没有改变的时候 圣灵也会带领我们改变 然后当我们改变的时候 神都很喜悦的 祂就会纪念 所以从头到尾 创始成终都是神所做的 祂改变我们的生命 推动我们去改变 我们软弱的时候 祂还是接纳我们 然后感动我们去改变 但我们尊重神就很喜悦了 用这些恩典推动人 而且 有些人就是批判 喜欢用批判的方法 就是说 你做错了事了 你破坏你的生命 没有盼望了 你犯罪了 你做得不好了 都是做他不好的地方 但我们可以这样说的 神想赦免你的 你想不想悔改 憎恨罪和圣中神 神就会祝福你的 神很想帮助你的 神给你力量 当你悔改 神就很喜悦 祂会帮助你的 然后神想 第二点 神想祝福你的生命 你想不想让神塑造你的生命呢 祂很想祝福你的生命 提升你的生命 你让神改变你 你的生命就会提升了 我留意到你有进步 就是他们可能有不好的地方 你说你有进步了 神在提升你 你可以继续的 进步的 你可以越来越做得好的 好的 如何形容神 关于某些属性和恩典 我们形容神的属性和恩典的时候 怎样形容呢 这里我说出有五点 第一点 神怎样将这个属性放在我们里面 我们信主了 神就会将这个喜乐的信放在里面 其实很多出信主的时候 都很多喜乐的 后来慢慢没有了 出信主的时候很愿意传福音的 但后来慢慢就没有了 所以神首先将这个属性放在我们里面 然后祂 祭力我们去改变 祭力我们去尊重神 祭力我们去传福音 祂会提醒我们的 其实每个基督徒都有这些提醒的 问题是他们有没有回应 我常常留意到神提醒我去做 某些事情尊重祂 然后第三 当我们活出这个属性的时候 神就喜乐了 有祝福了 当我们没有活出的时候 神就感动我们悔改了 然后神教导我们 怎样也帮助人 跟从这个属性 然后当我们这样做 神就很喜乐了 所以这几方面 祂怎样放这个心情在我们里面 然后鼓励我们去改变 然后当我们尊重的时候 神就很喜乐了 然后祂也给我们力量 去帮助其他人 有活出这个属性 有这个动力 当我们这样做 神也很喜乐和祝福我们的 好了 然后讲这个如何 如何的时候 我分三个部分 讲如何 当然其实你可以有不同的方法 讲的 但这是一个开始 第一点是 如何处理拦阻的力量 例如 我们讲喜乐 为什么很多不喜乐呢 因为里面很多 担心 有些时候不相信 神真的能够帮助我们 神真的喜悦我们 所以就担心了 也觉得自己做得不好 所以就没有喜乐了 我们怎样处理这个拦阻呢 我们就说 我 圣经说的 圣经说的 我尊重神 神就会 说不能不得赏赐 所以我可以放心 去做 神必定 接纳的 我不需要担心 我不需要对神 没有信心 我相信神必定 成就祂的旨意的 然后第二 怎样亲近神 和有信心 建立于神 这个属性 例如 喜乐 有没有 你遇到你赞美主的手 里面会有喜乐的 这个是神赐给你的 所以我们 更多的时间 亲近神 就有生命的改变 你亲近神 真的有喜乐来的 而且有另外一点 很重要的 就是 相信 神很开心 我们去亲近祂 有喜乐 祂很开心 这一点 很多人没有说的 但圣经说 一杯凉水 给一个小姐 都不能不得赏赐 就是 你做什么好事 神都喜乐 所以我可以开心 这是我整天 开心的一个秘诀 我整天都可以开心的 我随时随地 我半夜醒过来 我去赞美酒 阿里路亚 我都去 赞美酒 马上有喜乐 因为我知道神喜乐的 神是很喜乐的 神是很开心的 我就会 里面就涌流出 这个喜乐 因为我知道 我尊重神 神必定喜乐的 然后第三 十一祭的行动 怎样有喜乐 我们怎样可以有喜乐的 我们赎上神的恩典 这个你们需要 细想的 赎上神的恩典 我们可以看 神叫祝福我们 帮助我们 我们就感谢神 我们知道 我们做什么好事 神都喜乐 所以我就可以开心 而且我留意到 什么不开心 我就马上处理 我就欣赏自己的改变 我就每天都喜乐 而且整天尽量在一种 赞美酒的状态 常常在赞美酒的状态 就越来越喜乐的 我自己是整天都在 这个赞美酒的状态的 好了 我们现在示范一下 用这个经文 约翰福音14章12节 这两个经文放在一起 然后用这个方法来 讲一遍 讲道 我实际在在地告诉你们 我所做的事 信我的人也要做 并且要做比较更大的事 因为我往父那里去 我首先解释一下这个经文 我实际在告诉你们 我所做的事 信我的人也要做 这是耶稣不但是自己很厉害 他叫每一个信他人也厉害 也有能力 他应许我们 他会将能力赐给我们 这个能力怎样有呢 因为当我们跟从神的时候 我们信从神的时候 神就在我们心中做共 他做共的时候 就会产生力量 神在哪里 哪里就有力量 这个是神的能力 所以信他人有神 居住在里面 就有能力 神应许的 所以我们想有能力 我们怎样做呢 你常常赞美主 哈利路亚赞美主 哈利路亚赞美主 你里面有感受一种能力了 你现在试一试 闭上眼睛 赞美主 感谢天父 赞美主 你真美好 赞美主啊 我感谢你 你在我生命有奇妙的计划 你要做伟大的事情 你陪伴我们 你与我们同在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赞美主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祷告 奉主耶稣 基督 基督 圣明 阿们 你留意一下 刚才有没有觉得有些能力啊 有些动力啊 有 这个 这个就是神的同在带来的 所以耶稣能够 应许我们 当我们 信靠他的时候 他所做的事 我们也要做 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 这个很多人很难明白 我们怎么能够做比耶稣更大的事情呢 耶稣是说 他在地上的时候 所做的事情 有些人做更大 但他在天上做的事情 没有人能够做这么大 因为他在天上做的事 他同时祝福世界上所有的基督徒 也同时吸引不信人去信耶稣 也拓住整个宇宙 他所做的 现在没有人能够做这么伟大 但他在世界上的时候 他帮助人的时候 数目不会很大 但现在有些护照家 他们的聚会可以很多人的 几十万人 他们有这个矿 矿音机 可以很多人做东西听到 所以有些 他们现在的 事奉有些 两三天就飞去另外一个地方 又带领一个大的聚会 又飞去另外一个地方 又带领一个大的聚会 所以他们所做的 比耶稣当时做的更大 但不是更好 很重要 我们不能做比耶稣更好的事情 耶稣只是说更大的事情 因为我要往父那里去 他要往天父那里去 所以他不能陪伴我们 好像在地上的时候 我们需要去做 然后 使徒行传一章八节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并要叫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 和撒马 利亚 学到地籍做我的见证 这个就是 耶稣的计划 每一个传道的人 都必定有 圣灵的降临在他身上 使徒行传一章八节 应许这个圣灵的降临 然后使徒行传二章 就开始讲到这个圣灵降临了 这个圣灵降临的时候 是怎么样呢 在二章十七节 彼得说 神说 我要在末后的日子 将我的灵 教官 凡有血气的 你们的儿女 要说预言 少年人 见异象 老人 做异梦 我要将我的灵 教官 我的仆人 许女 我们就看到 圣灵 充满是怎么样了 神要教官 在他们身上 他们就说放言 当然放言 是经历圣灵的 其中一个方法 但不是唯一的方法 很多人可以经历能力 爱 平安 喜乐 但这个是一种更深的关系 其实门徒跟从耶稣 已经三年了 三年还没有圣灵充满 但三年之后了 到这个五全节 圣灵降临 他们才能够有这个圣灵充满 然后耶稣就说 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得着能力 去传福音 所以就让我们知道 我们传福音 需要圣灵的能力 才能够做 所以这两个经文 都讲到能力的 我所做的是 你们信的人也要做 并且要做比较更大的事情 然后圣灵降临 在你们身上 你们才有能力 去传福音 然后马可福音十六章 也讲到这个普天下去 传福音给万民听 信而受洗的病人得救 然后信的人 必有神迹 使用他们 这些奉我人名赶鬼 手按病人 病人准备好了 也讲到这个能力 讲出来 马可福音十六章 讲出这个能力 能够奉耶稣的名赶鬼 手按病人 病人准备好了 好了 这些三段经文 可以放在一起 现在我要你们 写一写了 你们用一张纸 组织一下写一写 我要讲 主要写这个 神的属性和恩典 其实刚才我已经说了 如果你留意的话 我已经说了 神的属性和恩典 你想一想 他有什么能力 刚才我所说的 他有什么能力 已经赐给我们了 你想一想 要你写下来 要我们怎样做 如何 这是写这两点 第一个 是 神的属性和恩典 然后第二个 就是如何行出来 我们怎样 可以能够有这个能力 你可以简单地写出来 然后我 你们写完了 我就去给你们 五分钟 十分钟 你想到什么 就写什么 然后我在说的时候 你可能更容易 放在记忆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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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亲战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